saleo 操作人你好 歡迎收看操盤一格之 什麼叫作真實的操盤 我覺得大家看了很多的投庫節目 大家每天從早轉到尾 要不然就是每天跟你講上萬點 要不然就是說一定會跌 賭一個方向 股票可能可以啦 股票你要賭跌 它遲早有點會跌 做期貨你不能說 我現在要賭它剩下8600 然後被嘎到1萬點 做期貨不是這樣操作的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講 什麼叫做真實的操盤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早上是 9點鐘live的節目 今天是一個新春特別節目 我們還是實話實說跟大家講 期貨怎麼操作 大家很想知道期貨怎麼操作 因為你看到的東西 很多都是假的 首先我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為什麼我從9100點說 我說會往上軋空 你要知道一些 期貨觀察的一些重點 聖誕節大家在狂歡過聖誕夜 吃聖誕大餐 那個時候遼寧艦從台灣 東部開過去 然後呢在海上 它的1015 空中加油全部集體放飛 新聞很大 結果呢 這個叫做一個地緣政治的一個風險 對台灣來講 你就要去觀察 12月26號開盤 在哪裡 12月26號開盤在這邊 這邊是台子旗的日線 當天小紅 當天小紅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力空新聞對台灣沒有影響 過了兩天大漲98點 多頭的確立 這根多頭的確立 之後呢 12月30號 行政院宣布 當沖的其交稅 證交稅減半 又漲71點 過了三四天 外資宣布 調升大力光平等到5000塊 這邊又漲 這一天 下午 台積電大力光法說會 又漲 然後呢 利多出境 開始下跌 你在新聞上面 可以秀出很多的多或空 當多頭的新聞出來 真的指數漲了 就代表它是一個多頭行情 像是上個禮拜五 1月20號 我們的統計處公布了 12月的外銷訂單 它是比11月衰退了5.5% 它原本預期跟11月持平 或者是小幅衰退2% 結果衰退5.5% 這個利空新聞對台灣沒有影響 所以怎麼樣 又在漲 今天的新聞 今天的新聞是 川普昨天簽署了TPP 他不去參加了 拒絕加入TPP TPP對於台灣一個以貿易為主的國家來講 它是非常重要的 環太平洋策略聯盟合作夥伴協議 大陸是一帶一路 我們現在已經 基本上 大家看新聞已經知道 我們跟大陸 已經要越來越遠 跟美國要越來越近 可是美國 已經決定不玩TPP了 這個對台灣來講 應該是一個利空新聞 沒出現利空 所以怎麼樣 還是在上漲 基本上我覺得這一段 這一段已經叫做非理性的上漲 因為昨天是摩台結算 外資原本賣台積電 所以我覺得你還要觀察一個重點 所以我剛剛做一個小結 你要用所有的新聞事件去 感覺台灣現在到底 它是多頭還是空頭的氛圍 現在所有的利空消息都當作沒發生 所有的利多消息都會反應 現在連外資直接拉抬 它都直接上漲 代表所有的空單都在被軋空 因為外資囊跨了所有期貨的 7乘3的期貨的多單 一路往上軋 可是軋到有一天你要注意 期貨市場就是這樣子 你有漲一定有跌 漲到最後一定會跌 漲到最後一定會跌 重點是你要知道 什麼時候跌 就是你現在 我覺得現在注意的重點是 你要去看什麼時候要跌 還有一個注意的重點是什麼 在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 12月20 12月12 1月12 它開完法說會 第一季 它的展望不如預期 外資連賣了5天 到了昨天 居然反手買了 2萬2千張的台積電 所以說它為的是什麼 就是要拉抬這個指數 賺摩台結算的錢 所以台積電 你當然也是觀察的重點 我再次跟大家重申一次 台積電現在它的本益比是14倍 它的歷史本益比是12倍到16倍之間 現在14倍正好在中間 在中間它就是外資用來操作指數的一個重要工具 所以你看到外資買台積電 外資賣台積電 它都沒什麼重點 重點就是要操縱指數 它賺上去遲早有一天要再賺下來 因為台北股市玩的人太少了 都是外資在玩 我就說你去夜市 夜市有很多種詐騙的手段 以前是有撲克牌 翻撲克牌 現在沒有了 因為這個是賭博會被抓 現在夜市還有的是什麼 拍賣 拍賣玩具 要不然拍賣什麼浴 拍賣一些東西 10個裡面有7個是自己人 1000塊的東西它喊 從底價500塊開始喊 500你喊600他就喊700 你喊800他就喊900 喊到超過1000塊以上 你再喊 你喊到1100 他也許會喊1200 你再喊到1300 他就不喊了 恭喜你成交 這就是Sakura 因為市場上現在 一定要這樣子做 他才能賺得到錢 台灣市場已經萎縮了 所以投資朋友 很多人不玩了 離開這個市場了 非理性的龍井 這邊先殺盤 這邊再往上拉 很多人空單被套在這裡 然後呢 到最後被告到最高點以後 他又開始往下殺 所以你要去賺外資的錢 你要知道這些Sakura在做什麼動作 所以我每天都在研究他 研究這些外資的動作 你才能夠對於他 他要做什麼動作 你壓低的時候 你要跟著他做多 像是結算那天18號 我就覺得他會拉高結算 你就要在底下跟著做多 結算之前 我也一路上再做多 因為我們看到遼寧號開過去 都沒事了嘛 我在節目上一再重申 只要有利多消息 一定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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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電跟 大力光法作會那天 我說今天你要追多單 就是漲 哪一天 就是要追多單 就是要追多單 這是公集的部分 期貨的部分 很多人為什麼你不敢做期貨 很多的老師從來字典裡面 沒有停損兩個字 因為大家很怕去接觸到這個東西 大家當然不想要虧錢 這是一個人性的心裡面 我們在新春特別節目 我跟你講 你要怎麼樣去 破除這個迷思 怎麼樣去改變 你的想法 你不要把停損當成是停損 你要當作是一個撤退 我覺得你新春你要開始給自己一個目標 就是你今年要成為一個期貨賺錢的人 我舉兩個人的例子給你聽 一個是索羅斯 索羅斯為什麼會成為金融大鱷 他為什麼不會虧錢 他會虧錢 可是他講了一句話跟 跟巴菲特他的觀點是一樣的 就是他盡量不要虧到大錢 巴菲特的字典裡是 不要虧不要虧不要虧 索羅斯跟他這個觀點是一樣的 索羅斯為什麼會成為索羅斯 他不是那種價值型投資 他不是那種底下 淨值地獄十塊買了 放個五六年一定賺這種 巴菲特是這一種 索羅斯是追駕型的 放空做多 他通通會做 他為什麼不會虧 你要知道他的生長環境 他是猶太人 德國納粹之前 他小時候每天在他的國家裡面 他躲納粹 他如果被納粹抓到 他就是死掉了 他的親朋好友很多都是死掉了 被抓走就是處死 他的風險考量 他每天腦袋裡在想的是 怎麼樣避開風險 所以他成為金融大鱷 所以我覺得投資朋友 當你在攻擊的時候 你一定要想到風險 你要想到如何撤退 還有一個美國的 誰 蘇培茲 馬丁蘇華茲 他有寫一本書 你可以去看 趁春節的時候你去看一下 他寫一個叫做賺夠了就跑 他是美國超盤冠軍 他為什麼會變成超盤冠軍 因為他是海軍陸戰隊退役的 這兩個人的共通點就是 他知道在風險來的時候 他要怎麼操作 馬丁蘇華茲說 海軍陸戰隊教他的是什麼 因為他會攻擊 他會攻擊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我們每個人都會攻擊 人性就是攻擊 重點是 美國海軍陸戰隊教他的是 當被攻擊的時候 他說當你被攻擊的時候 你不能站著不動 是不是很多期貨操作者 你當你做多或做空 你被嘎或被殺的時候 變成你站著不動 任市場擺佈你 他說絕對不能站著不動 你要不就前進 要不就後退 你絕對不能動 不能不動 當你撤退的時候 也是一種策略 這就是他賺錢的原因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當這邊多投 你當然是做多 對不對 這邊做多 我跟你講為什麼 很多人會被嘎到 因為這邊已經開始轉落了 這邊轉落了 這邊跌破五日均線了 當他回到五日均線之上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代表多投又站上風了 所以你要撤退 當你在9300撤退以後 現在漲到9450 這150點你可以完全避掉 你多投賺到了 空投要開始攻擊了 可是多投又反撲 這時候你要完全撤退 你不要想著停損喔 我跟你講你不要想著說你要停損 你要想著你是一個軍隊 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將軍 你是一個率領軍隊的人 當你的空投大軍來了 已經進來了 跌破五日線了 你當然是要去攻擊啊 當你展開攻擊 就是你下單出手了 這時候會是你 深入敵營的時候 當敵人反撲的時候 會變成是你最脆弱的時候 你出手了 敵人開始變強 是你最脆弱的時候 如果你站著不動 你會被嘎 你如果撤退 因為這30萬大軍是你的後盾 你一定要把他撤退出來 撤退出來以後 你下次再攻 是不是他漲上來了 外資遲早有一天要轉買為賣 當他轉買為賣的時候 你跟他站在同一陣線 你再去空 你就會賺到大錢 不要想著說你不要停損 不要想著說你不要 一定要賺 是不是你如果聽很多空投的老師講 你現在已經被嘎幾百點了 期貨市場是要運用 多空都要運用 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用戰略性的思考 強的時候 當你對的時候 全力衝刺 當對方強的時候 撤退 不要說是停損 你要說撤退 這樣子你就會勇敢的 在期貨市場 成為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操作者 好 講到現在 這是一個交易心法 我們下階段講一個東西 當然這個是一個心法 重點是你還要有一個能夠幫助你賺錢的工具啊 對不對 準度才是最重要的 什麼叫做準度 我們下階段來探討一下 我覺得操作期貨 你一定要有一個軟體 好 人機對戰冠軍 你有機會你上一下網看一下 群役期貨辦的人機對決 你看一下它的冠軍是誰 我們下階段回來告訴你解答這個謎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恢復家園時請穿雨鞋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盡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一紙舊世界 天然每天 一紙舊世界 天然每天 להיות 10-2981-090 Thom 如果有一個軟體 它的操盤參加比賽冠軍了 可能幾千個人比賽 它在裡面拿到冠軍 如果他的软体 第一名也是他 第二名也是他 第六名也是他 第七名也是他 前十名里面有四名都是他 你会不会觉得 他就是一个可信赖的一个软体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是谁啊 群一齐祸 群一齐祸办一个人机对决 群王争霸 在2016年年底才刚比完 季后赛的排行榜已经比完了 季后赛就是最后的比赛了 季后赛冠军是谁 国内期货冠军组 奔腾02 第一名 这个是机器人的标志 奔腾02他是第一名 奔腾01他是第二名 全镇小哥第三名 这个A6501第四名 A9894第五名 奔腾03第六名 奔腾04第七名 前面七名里面有四名叫做奔腾 奔腾他是一家资讯公司 他在研究如何用 期货 用指标去战胜期货 他人机对战是每天打每天打每天打 打到最后你是要赢 报酬率是要赠 然后又比别人都强 你才能得到冠军 很明显嘛 期货就是这样子 你不可能是亏钱来冠军 赚得最多 报酬率最高的 胜率最高的 他就是冠军 奔腾002 所以我今天要给你看这个软体 我说你操作期货你要的软体 这是期货日线 这边有一个加 叫做多单的加码点 他是不是从这边是多少点 8950涨到9400 涨了500点 然后回档以后 在这边9100又出现买讯 现在9450 又涨了400点 我们拉远来看 我跟你讲一下这个软体 这边又出现买讯 上面又是两三百点的空间 什么时候出现 最早出现买讯 8500点 这边这个叫做上轨道 有时候买讯出现 在上轨道的时候 你不要去追 这边叫做减码 是不是这边出现买讯 这边马上叫你去减码 这边买讯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他就是真的转多 然后减码之后再加码 再把它缩小给你看 是不是这边又加码 又加码在最低点 又加码在最低点 这叫做我们期货的指标 好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要跟你讲什么 镜头可不可以拉近一点 欢迎使用 古海奔腾股市报价系统 古海奔腾你刚刚有没有听到过 奇怪刚刚是不是有 有什么奔腾01 奔腾02 跟这个怎么古海奔腾 字这么像啊 我就跟你讲我们是强强联手 我所有的指标都是我亲自设计的 可是我要跟古海奔腾 奔腾这家公司一起合作 我们共同研发出台湾奇迹 这套指标 刚已经跟你讲了 最底部买进上来做多 为什么从9100一直看多到9400 你有看我节目的都知道 我从1月3号上节目每天跟你说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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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说做多到台湾奇结算 还在做多 最后这一段是非理性的上涨 结算前三天 我老实跟大家讲我没有做多 可是也没有亏到钱 我跟你讲你就是不要去留到空单 你就不会亏 不会亏到任何大钱 嘎空都是嘎那些不肯认输的人 为什么要做多 指标告诉我要做多 趋势告诉我要做多 就是做多 这是日线 我们再看一下五分线 我跟大家讲一下 五分线的操作 是不是今天最后结算 今天收盘前 最高点出现减码 这边也是有20点的价差 我们从这边看 是不是也有20点的价差 这边看是不是也有20点的价差 就算是多头 你这边减码 都可以让你有20点的价差可以做 好这边是多头 什么时候转多的 差不多在9350的时候转多 镜头拉近一点 我觉得我们设计的非常细腻 它在转多的时候 来到了轨道的上缘 我说这边是一个大气层 当来到轨道上缘 你这里不要去追多单 跌下来跌到中间点 这是上 这是下 这是中间 跌到中间再去接多单 9350做多 这边再加码 一路上高点都是减码 你跌下来再接 高点减码跌下来再接 高点减码跌下来再接 9350到现在9450 100点的价差 这就是我跟古海奔腾合作 做出来的东西 再往前看也可以 我在再往前看 看这个重点就好了 再看这个重点 最高点跟你讲出现减码的讯号 最低点开始 这边跌下来 我说这边不要去追 因为这边叫做什么 这边叫做轨道的下缘 跌下来你不要追了 转空 转空最低点跟你讲减码 你就算这里去追空 你在最低点减码 这边高点减码下来 80点的价差 低点跌下来 最低点出现你空单减码 就是做多的讯号 上来又是60点的价差 这就是我的软体 当你有一个好的软体 当你有一个好的老师 当你有一个好的策略 我觉得你可以许一个愿望 2017年封关后 你要成为一个期货的赢家 因为你有好的观念了 你有策略了 你知道怎么干新闻了 你知道怎么样跟着一个 真正能帮助你的老师 真正拥有一个好的软体 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变成跟索罗斯一样 你会变成跟马丁舒法兹一样 变成一个能够赚钱 养活自己 并且帮助别人的人 好 时间关系 只有过年期间才有 祝大家恭喜发财过好年 你看到节目 广告期间把电话拨通 全部三月起算 最后祝各位新年愉快了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 roll 资料仙 ком 由自 Government 本节目资料仙 在Save yrbus 艾wn 再次留置